另外呢這個賴清 另外這個韓國瑜加上謝龍介 好多人都好想看 指導賴清德的本命區 其實我小的時候 新鮮今年日式放假 那因為剛好跟聖誕節同一天嘛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玩得很high 所以因為前一天晚上就可以玩比較晚 聖誕夜就可以玩比較晚 那現在就比較困難 那今年是剛好前一天是禮拜天嘛 所以比較好一點 可是我必須講 放不放假本身倒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是我覺得後遺說要這個 新鮮今年日的原因最主要是 讓大家記得中華民國的憲法到底是什麼 因為現在太多年輕人根本已經忘了 中華民國憲法到底是什麼東西 包括我們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 都認為憲法是神話 所以就必須要讓 連副總統都不知道 這個情況就非常嚴重 所以我認為恢復今年日是有其必要 讓大家能夠了解我們的憲法到底在講什麼 你才知道這個國家到底在幹什麼 你連憲法都不知道請問一下 你懷著國家到底幹嘛啊 你都不知道 我這個副總統是神話的 是神話產生的 我跟你講我覺得他其實在湊蔡英文啊 他講蔡英文過於在七年都活在夢中 都在神話中 是這樣嗎 所以到底在胡說八道什麼 我真的不懂 所以我個人認為 行憲今天日還蠻重要的 大家真的要把憲法好好了解一下 才能夠知道我們國家 到底為什麼會演變到今天這個狀態 那未來應該怎麼走 我覺得這都非常重要 那可是呢 像鴻威揭發的這個東西 其實顯示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不是說公權他們利用 那個公營航庫來幫他們去助選拉票幹嘛 這個是早就存在的 而且一直都存在這個不嚴重 因為這個已經是普遍的現象 重點是 這次民進黨的選情出了問題 危險 因為他們已經危險到 公開直接這樣幹 他們這種類似的群組很多 但以前他們這種群組會挑人的 他不會隨便東拉一個西扯一個 他一定會知道 這些一定是自己人 他才會放在這個群組裡 那現在為什麼這個消息會流出來 這個群組的內容為什麼曝光 因為選戰現在開始吃緊了 他們現在不能夠慢慢的一個去簽一個 就直接把他灑出去 那甚至直接對著這些學生直接就問他 你可不可以去幫我當校園裡頭 去當網軍到臥底去帶風向 就直接這樣表示賴清德的選情 至少在民進黨內部評估裡頭 不是想像中那麼樂觀 我覺得顯然是有問題 所以必須要把動作整個加大 你看民進黨最近動作很大 台北市區約團這些里長 然後現在屏東周典論報出來沒有 現在好像還在審訊 因為早上六點半到現在 對 一路在審訊到最後會不會收押 我不知道 周典論如果沒有被收押 你看他出來會做什麼事情 他一定帶著屏東那邊用力的反你 但是民進黨明知道會有這種後果 為什麼要這樣幹 因為選情非常不樂觀 因為屏東這一次他們立委選情 很可能就翻車了 然後他們在整個台灣的選情 也都普遍都不是很好 所以民進黨內部這次急了 就開始管他了 因為對他們的想法非常簡單 只要我們政權繼續掌握 這些事情都無所謂 狗急跳牆 對 司法檢調都我的人 你能拿我怎樣 但是如果沒拼過去 就不只是這麼小的事情 他們所有的事情都會翻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是生死存亡一戰 所以任何下山爛的手段 什麼亂七八糟不入流水 他一定都會用出來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謹慎 最後這個階段 民進黨選情越吃緊 他越下座的手段 都一定會做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謹慎 那我覺得國際都已經越看越明顯 不管是葛萊伊 不管這次國際危機 這個組織也好 都一樣 所以當 他們都在選戰關鍵的時候 故意提這一句 在我看來其實就是擺明的戒選 基本上就是戒選 那只是為什麼他們 你要知道過去美國也很小心 這些國際組織也很小心 他們也不願意讓人家說 我把黑手伸進來 但為什麼這次直接了當這樣講 因為他們也急了 對 因為他們光是一個賴皮疗 就像剛剛介大使講的 他現在這樣處理賴皮疗 將來他就怎麼處理兩岸關係 那還得了 那還得了 美國最擔心的不是賴慶德 怎麼處理兩岸關係 是因為賴慶德可能不聽美國的話 對不對 是因為他可能硬幹就是根本不聽美國人 然後直接暴走 暴走做這個爛攤子 美國要收啊 對 美國hold不住賴慶德 這事件讓美國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 你變成誰啊 好 剛剛廣告期間 我們跟來賓再聊了 這個事情說實話 寒冰說他搞不清楚 為什麼賴慶德 不趕快把他跳過 還一直要去解釋 當然我覺得中間 還有一些知識上的不對等 因為這個東西除非是地震事 你一講他就懂 那很多民眾呢 對於這個什麼稅木啊 什麼礦業法啊 根本不灑灑搞不太清楚 所以當然就會建議啦 就是說這個侯正營 應該用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方式 那另外呢 這個事情好啊 你就不拆啊 最好你也不要報 你合法嘛 繼續下去好不好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這個馬賽克 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信號響起 怕成這樣 你跟上了沒有 所有曾經到賴皮疗去打過卡 拍過照的民眾 趕快跟上喔 要記得把自己馬賽克 好 最流行的一定要跟上 我們再來看王鴻威的爆料 那王鴻威的爆料 他拿到了一個錄音檔 然後公布了一些LINE上的群組對話 這是LINE進辦的總督導 卓榮泰作證了公股銀行 公股銀行誰的 國家的喔 就是我們全部人民的喔 他們的群組有個叫信賴金融 這個群組裡面有很多勞董 上到董事下到分行的經理 然後要幹嘛 這些人要吸收大學生到學校帶風向 幫賴清德就新年選票 請問公股銀行是民進黨的提款機嗎 當被點到的當事人都否認喔 來 我們先丟下這個王鴻威的這個 截圖 有沒有喔 他這個群組當中你看到喔 有卓榮泰 有沒有 吳振榜是誰 卓榮泰的特助 張聰毅是誰 何庫的行政處處長 林宗利是誰 藝營建行的分行經理喔 還有這個翔夢是誰 卓榮泰特助 福晉是誰 張營財務管理處長喔 都是公股銀行的高官喔 再來 成員有54個 有沒有 還有趙峰營的董事喔 伊營的領口公三的分行 還有何庫三重分行的經理 有沒有喔 都是公股 全部都是銀行的高層喔 都是高層在這個群組當中 為什麼截圖會流出呢 大家應該懂 是不是深厚 我們看不下去的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邊喔 說什麼呢 今年8月11號喔 這個何庫的投信前董事長 向一名應徵的大學生說 要安排這個民進黨的培訓課程 然後說因為賴慶德的選票不夠 然後希望這個學生呢 到學校去掌握同溫層來帶風向 引進新的人 拿著我們公股的錢 全民的錢去做這個事情喔 好 然後另外一頭目還要來看 這個賴清德講 他認為有個神話 什麼神話呢 在12月22號 侯友宜政見發表會中說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兩岸政治上的護國神山 這句話有問題嗎 他呼籲賴清德終結民進黨台獨黨綱 這也是葛萊怡那篇文章有沒有 寫的一個主張不是嗎 那賴清德怎麼說呢 你說中華民國是護國神山 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神話 神話 再講一遍 中華民國是護國神山 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神話 那你現在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好 所以侯友宜就說賴清德是中華民國副總統 你怎麼會說是中華民國是神話呢 鄙視中華民國 看不起中華民國憲法 不值得當中華民國的總統是不是 這個任老師你怎麼看待中華民國是神話 那他到底現在在選什麼 我非常非常生氣 這個等於是侮辱自己的國家 卻很不幸的要選這個國家的總統 為什麼會有這種話 因為我覺得侯友宜講的話 他不夠強烈 事實上我們今天能夠存在就是靠中華民國 你要有一點點歷史感的話 說一句良心話 我有的時候跟學生講 你剛剛提到 因為賴清德在青年選票當中 你沒有看到他來演講的時候 被學生嗆到簡直沒辦法回答你知道 學生問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大家都沒辦法回答 學生問講說我們怎麼樣不用打仗 他打不出來 如何不用打仗 這很簡單 中華民國本身來講是保護了你很久 你要讓他繼續發揮這個功能 這有什麼錯的 結果我覺得侯友宜本身來講的話 他更直接的講 就我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下所支持的 對不對 大家有今天 你千萬不要以為 有的今天是必然的 我們非常偶然 對不對 中華民國保護了我們 你現在把它說丟就丟 你到底有沒有良心啊 你現在講這種話 你講你只會孝順你父母了 你就忘了你自己 是誰讓你自己能夠生存到今天 我必須強調這個觀念 因為本身來講的話 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使得我們才有今天啊 我父母他們那一代的時候 就是很期待 為什麼他們要愛國 因為這個國家照顧了他們 就這麼簡單 照顧什麼呢 也沒什麼別的 就是活著嘛 我們要求很低啊 那你現在的話呢 你也否認你活膩了 你不要活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要的話呢 是什麼下場 而且我覺得 那個葛萊伊的講法 人家是給他一點面子 所以你趕快好好選 因為如果現在要你 趕快放棄台獨上 你都不用選了 然後你好好選 然後他自己的話呢 不思改過 還一直在強調 那這個話呢 因為我看了 葛萊伊寫的那個報告 看了三遍以後 我就覺得他沒有 任何的大的問題 就是美國自己很害怕 他自己出現了 這種吐賊的現象 對不對 這個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來講 你現在還好意思 動用國家資源 跑去搞什麼 年輕人帶風向 我跟你講 坦白講 我們現在學生的 自主意識非常高啊 你越這樣講的話呢 反而越丟臉 你根本就是 我覺得啊 現在講起來啊 我們這個學生當中 是完全沒有人覺得 賴清德有任何的 實際上的本領 為什麼呢 因為你自己說謊在先 要否認自己的國家在後 你只會那麼吃乾麻雞摸好處 對不對 又當美國人的阿公啊 又做什麼事情 都是一副那麼選上的最好 選不上就準備溜的那種感覺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 中華民國今天被侮辱到這種地步 已經很生氣了 跟我一樣有這種想法的人非常多 只是這些人 他們不好意思直接表達出來 因為會感覺到說這個民進黨力量太大了 要能夠 我們這個電台很難得啊 就把這個話說出來啊 但是有這種感覺 所有的人 我曾經跟我學生講過 1949年的時候在台灣只有兩種人 不是窮人就是難民 沒有 包含王永慶 包含 包含你所有蔡家的人 通通都一樣 沒有了 因為我家裡有認得的人 他們1947年就到美國去了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感受非常強烈啊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你要了解 你今天講這句話真的是太沒良心了 對一方面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如果你選上的話 你可要這個用中華民國的憲法來發誓 對不對啊 所以你看到他那個比儀的 比儀的態度有沒有 怎麼樣 說中華民國是護國神山 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神話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 讓美國還有這個乃至於西方 現在對於賴靖德真的喪失了信心 格萊伊的那篇文章 我們討論了很多嘛 不只格萊伊 三位重磅學者一起聯名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美國現在 他說過去 他說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不管在哪個位置 我永遠不會變 然後呢 他說要走進白宮 那這一切都讓美國對他心生疑慮 所以後來格萊伊的那些文章 不讓人意外 那介大使對於這個國際問題 非常的理解 你看到這個組織有沒有 SEG國際危機組織 最近登了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是置頂放 它的下面是什麼呢 這篇文章的下面 就是什麼以色列巴勒斯坦 烏克蘭什麼俄羅斯 都是在打仗地區的國家 我們台灣放在第一篇 什麼意思 大家懂嗎 那這篇文章呢 表面上看起來 他用蠻中性的寫法 給兩邊建議 如果侯勝的話 我給他也建議 如果蠻勝的話 我給他點建議 有趣的是他沒有給柯建議 意思是柯文哲可以直接跳過 不用看 那你就注意到 這種寫法很有技巧 我沒有要介選 我不是告訴你說誰比較好 或誰比較不好 但你看到他的建議 你就懂了嘛 如果蠻清德勝選 要給他什麼建議 第一個 趕快私下跟北京溝通 為什麼要私下溝通 北京不想跟你溝通 只能私下對不對 第二個 重回2016路線 什麼路線 九二共識嘛 對不對 這點是蠻清德 死也不肯的 不是嗎 第三個 訴求北京對推進兩岸關係興趣 比方說 開放觀光 開放交流 開放學生 就是開放 這也是蠻清德不肯的 我們的國門 一個一個對大陸 一個一個觀賞 有沒有 不只你什麼農產品 你的芒果不能來 你的蘋果不能來 這個學生不能來 觀光課不能來等等 有沒有 所以他給蠻清德的建議 蠻清德做得到嗎 你要跟北京溝通 不管公開私下 北京願意嗎 要蠻清德承認九二共識 蠻清德可以嗎 要蠻清德全面對大陸開放 蠻清德可以嗎 所以這篇文章表面上 是正面 正面條列 但事實上 我覺得是個反面條列 那第二他給侯友宜的建議 如果侯友宜勝選的話 其實不是建議 等於是預料 怎麼樣 兩岸會重回九二共識 至少會獲得一段時間的改善 第二 能夠讓北京找到 重啟對話的台階 台階有了 很多事情比較好辦 第三 應該強調 降低兩岸 這個大陸 降低大陸軍事活動 然後當然跳過了民眾黨 民眾黨沒有勝選的可能 就根本不給民眾黨建議 跳過去 所以你看到國際危機組織 這是西方過去我們看到 他跟IMF很多國家出現 共同成立 所以這些大使怎麼看呢 這個我覺得要對照來看 一直到此刻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蠻清德還在說 中華民國是護國神山 這是我以前沒聽過的說法 真的是那種鄙夷 鄙視的意味非常濃厚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 這是西方在戒選嗎 對其實國際危機組織 他們因為從事的都是 怎麼講呢 避免這些災難的發生 所以他們是非常現實的 那中間你看 他完全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那蠻清德今天的問題就是意識形態 他是台獨意識形態 他為什麼比拟中華民國 台獨都認為中華民國是寄生在台灣 中華民國是在大陸已經被消滅 逃到台灣這個土地 寄生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這個是一個正好錯誤的認知 我不管到底是如何 可是蠻清德這些民進黨 絕對是寄生在中華民國身上 對 他如果能夠建立他自己的國家的話 他幹嘛還要 一天到晚還要慶祝國慶 還搞一個最大的這個國旗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們是寄生在中華民國的 其實應該跟他們很清楚的講 你要搞你的台灣共和國 那你就不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而且你現在 你們全部 所謂的完全執政 已經將近八年了 你可以修改憲法 你這麼不喜歡中華民國 這個神話的話 那你就實現你的台灣共和國神話 要不然去改國號 對 你為什麼不實現呢 那你為什麼要寄生在中華民國 這個身上 你知道樹木跟動物都會被寄生的 寄生的結果是什麼 被寄生的動物跟這個植物 他就怎麼樣 他就慢慢衰亡 可是他慢慢衰亡以後 那個寄生在他身上的那些寄生蟲 也死掉 他也死掉 到最後這個樹木跟動物吸不到養分的時候 寄生蟲也先完蛋 所以我覺得他寫作上是很有技巧 但是算不算是個國際組織認證 民進黨就是風險很高啊 沒有錯 大家都是這樣看的 那所以像葛萊怡他們都已經呼籲 你不要這個他叫你若安市當選 你趕快把你的台獨港綱修掉 因為這個是你對台灣給台灣帶來遭災惹禍 或帶來毀滅性原因的那個最主要原因 就是你這個台獨的政策台獨黨綱 民進黨過去蔡英文是一個豐派 他在國民黨也混得風情雲湧 到了民進黨他也風情雲湧 所以他是怎麼樣 他是兩邊平衡 他什麼都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賴清德從來到他就是一個怎麼樣 固執到底自以為是 然後呢跟你硬槓到底的 我們看他的賴皮寮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明顯的例子 現在已經展現出來 將來兩岸出現問題 他就是用賴皮寮的方式在處理 那還有什麼那還有什麼搞頭 當初對英會也是賴皮寮的方式嘛 對不對都一樣啊 對啊所以他基本上他的台獨思想 他有放棄來沒有 要不然他怎麼會講中華民國 是一個神話呢 所以要他當選之後回到九二共識 你覺得可能嗎 我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講所有人勸他 民進黨大概比較現實的人 勸他回到九二共識 全黨就他一個人會反對 我跟你講以他的個性 所以這就是他危險的地方 他最危險的就是怎麼樣 鋼壁自用 孤行到底 然後呢不計任何代價 他腦袋之舊 所以這個國際維基組織是一個 國際上很有影響力的一個組織 他的講法就是現實主義 所以你看選前登這篇文章 還有格萊怡選前寫那篇文章 其實大家看得出來 現在風向慢慢在變了對不對 中美的關係也慢慢的和緩 然後呢這個美西方的一些態度 透過這些重磅的一些文章 你都可以找尋到一些蛛絲馬跡 在國際的眼中怎麼樣看待台海 怎麼樣看待這個trouble maker 怎麼樣看待民進黨 這些文章都是很重要的線索 來我讓寒冰講一下你怎麼看待王洪威的這個爆料 還有我們看到接下來這個 侯友宜拋出這個今天蠻有感的 如果侯友宜選上的話 明年的今天我們大家就放假 今天什麼日子大家都說聖誕節 因為我看到這個聖誕節 今天形成紀念日 我們很久很久都忘記了這個日子 對我們台灣來講非常重要 所以侯友宜說如果他選上要放假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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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